几千万华人同胞追捧的海外春晚今年选送了什么节目 杂技节目《梦迭》如何登上马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走进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 了解杂技演员舞台背后的故事 本期《华人世界》请您关注特别节目 2014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港澳团演出测迹 2014年2月 《华人世界》这组来到了香港著名的红堪体育馆 由国务院桥办组织的大型卫桥访演活动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即将在这里为香港市民献上两场新春晚会 这也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第四年在春节期间走进香港 这几天香港几年下雨 气温降到了10度以下 是今年冬天当地最冷的一段时间 而红堪体育馆内 工作人员正在热火朝天的拆卸道具 舞台也渐渐搭建完成 此次《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赴港澳地区的演出团队 是来自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演员们 起初主办方给演员们安排了一天的参观和休息时间 但为晚会总导演 杂技团团长李亚平拒绝了 他第一时间开始带着自己的队伍 进行紧锣密鼓的彩排 从灯光 道具到演员的配合 李亚平对每一个细节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细节决定成功 所以因为以前的杂技演员就是技术 只要我的技术达到了 我其他都不管 我觉得从时代的这种发展 和观众对我们的要求都越来越高 杂技艺术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历来是各种大型文演出的常见节目类型 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成立于1951年 曾被中央军委授予一谈楷模的荣誉称号 此次随团来到香港的50多位演员 都是杂技团的骨干成员 我叫刘远青 你呢 可不得呢 多大了 12岁 12岁 14岁 你们俩是什么节目 刘远 我今年21岁 你学这个芭蕾多久了 以前跳芭蕾跳了三年 然后后面练肩上芭蕾 练了有五年了吧 这节目我练了有六七年了 有练过多少次了 有几百场 几百场 那现在还会紧张吗 紧张 为什么紧张 我害怕我会抛唾 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找到了好多 这些演员年龄大多20岁左右 基本上都是从小学习杂技或者舞蹈 近年来 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不断创新 将杂技与舞蹈相结合 开创了新一代的杂技风格 来自江西的新年演员李童 今年24岁 她和自己的搭档 来自河南的23岁女孩张婉 是中央电视台 马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梦蕾的表演者 提起刚过去不久的春晚演出 他们依旧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 李童和张婉告诉记者 出完演出之后 团里给他们放了四天假 大年初六 他们回到团里继续训练 为此次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的演出 做起了准备 今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在香港的演出场馆 香港红堪体育馆 简称红馆 自1983年落成之后 香港的演艺明星们 都以在红馆拍办个人演唱会 为荣耀和事业目标 依照当地风俗 演出之前要举行传统的祭拜仪式 以祈求演出顺 此次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在香港的两场演出 一共免费派送门票 一万四千多张 观众以香港的弱势群体 少数族裔 长者 学生 以及各个协办社团的成员为主 记者看到 这个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 观众们就早早地在路口出 拍起了长队 今天来得特别早 我们他们说今天晚上票花得特别多 就怕来到没位置做 所以我们六点多就来了 根据记者在现场的了解 由于之前三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在香港的演出都非常成功 今年年初演出消息一经发布 就得到当地民众的积极回应 一万多张门票 在一个多小时之内被全部领走 那么这场演出 是否会让这些期待满满的观众们满意呢 我想我们今天通过 今天一天一下午的这种调整 我想还是晚上的这种演出 还是有信心的 你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二三 加油 加油 2月13日晚上19点15分 2014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在香港的演出即将开始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国务院乔务办公室主任 邱元平等贵宾也来到了现场 与七千多名香港市民一起观看演出 晚会以圆梦相将 再创辉煌为主题 在解放军驻港部队军乐团 和三军仪仗队气势如虹的表演中 正式拉开序幕 最后 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演员们 依次登场 为观众们献上了美中代写的传统软工节目 联 配合马年新春主题的奔腾斗杠 充满力量与激昂之气的冰于火等节目 一个接一个的高难度动作和惊险吸引的表演 让观众们随之紧张惊叹 整场演出掌声不断 李同和张婉现场重建了春晚精彩节目 梦迪 也成为了晚会的一大亮点 我觉得杂技真的以前别人就会觉得是个料地团的 一天杂技的 一天杂技的就是料地团的 然后希望真的是去改善一下 对 对杂技的观念改善一下 张尖子 这个节目却颠覆了传统 让90斤重的张婉来顶举130斤重的李同 最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个团长告诉我们以后 我们其实还是心里打颤了 因为真的害怕完成不了吧 因为压力很大 因为因为我面对这么多观众 你说要真的是有点失误那存在 所以说压力挺多的 然后又说没办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每天有将近十个小时耗在排练场 就一直为了心动 张婉是从十岁开始学习杂技的 李同更早六岁就开始了 与同龄人不同 他们的成长过程几乎都在训练场里度过 从小到大吃过很多苦 也受过很多伤 我在就是在板凳上靠顶 大概有70公分高吧 我就在靠顶直接就闯下去了 我当时胳膊就鼓裂了 但第二天要比赛了 就是没办法 真的是只能坚持 我记得当时团长就问我 他说你还 因为团长当时就掉了泪了 他真的当时掉了泪问我 他说你还能坚持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辛苦了那么久了 如果要在这时候放弃的话 我真的觉得挺不值的 我以为团长一放心 我肯定能坚持下来 张婉说 自己的身体素质原本并不是特别适合练习软功 如今这样扎实的功力 全是靠自己多年努力压出来的 相对于张婉 李同的各方面身体素质都非常优秀 他却告诉我们 自己曾有段时间 险些 告别了杂技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挺高的了 练顶功没人举我 举不动我的业 所以说那时候 等于说我基本上也休息了两年 然后我个子也慢慢长起来 然后我就怎么说 那时候团长就给我下了一个命令 然后我看了一个私人袋子 最后三个月时间 如果练不出来就让我走人 那我说好 那我一定经历 而且是什么 看完以后 这就是从什么开始 从5月1号开始 我开始进入那个 我的那个男子顶纪开始 然后那一年时间 那真的是 等于说地狱式训练 然后基本分三个点 就是说睡觉 吃饭 排练场 最终 李同持续几年的魔鬼式训练 为后来孟蝶的演出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动作惊险入胜 孟蝶更洋溢着一种 浪漫婉约 如梦如幻的美感 通过演员的肢体动作 以及蝴蝶翩翩的意象 表现出情斗初开的爱情主题 也跌倒了人们 对于传统杂技的意象 打下戒也是个青春的范围 你说 等你老了以后 你也可以回想起你成年 你在午餐上 你有过方式啊 回房子 对 你所有事都值得 所有事都值得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练了很久 然后估计他们满身都是伤 然后可是就很 一直坚持着练习 然后才能有这么 又美又有力量的画面出来 非常好啊 大宝眼封 这个促进了两地文化的沟通 两地的沟通 让香港同胞更加了解 国内的一些情况 觉得很值 应该就是很值得 要看 可以看的 我们那些 明年还有我们都想 还唱 是 包包节目都好 在香港的这场演出 只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整个活动的一个缩影 国务院桥办 于2009年开始 发起组织这一大型 卫桥防眼活动 五年来 已经走遍了全球五个大洲的 二十多个国家 被誉为华侨华人的海外春晚 我有一句老话 叫每逢家节 被私心 越是到节日的时候 那么越要体现我们 祖国和祖籍国 对我们在海外华侨 华人的那种 关爱和关心 这个慰问 侨胞是最主要的 或者叫首要的目的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把中华文化 更多的 推向世界 在香港 演员们每天演出结束 都已是深夜 连续演出两晚之后 艺术团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乘船前往澳门 澳门的演出场地 设在澳门半岛大唐区的 澳门文化中心 虽然规模不比香港的宏馆 但观众们的热情 却是一样的 你今天跟谁一起来的 妈咪 你们在澳门多久了 我们在澳门 出生的 出生的 你也是 你上几年级 想给你发呢 上几年级的 四年级的 五十年代 中国的杂志船 已经来过澳门访问 已经在永乐戏院演出过 五十年代您就看过 看过 我还做招待工作 我还负责 宣传工作 那个时候澳门日报 还没有诞生 现在 今天 今天又来看 事情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当然是很高兴了 而且 知道我们内地 在每一个领活 都有很大的发展 杂技剧东方天鹅 是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 一项传统节目 节目将东方传统杂技 与西方的经典芭蕾融为一体 女演员孙依娜 要站在男演员杨文通的肩膀和头顶上 展示舞蹈动作 让观众在赞叹之余 十分感动 而我们记者在后台采访时 却看到了男演员杨文通肩膀上 写满的不意 这还是算比较好的 当时练的时候都很流血 然后时间久了以后 就出那种 然后现在练久了以后 它会有一些碱 就会好一些 除了碱的话 骨头一定没错 没什么问题 你还是很想保持着一种状态 去每天再练一点 尽管不多 然后那种状态 你会觉得 怎么说呢 就比较踏实 都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广州军区战事杂技团的演员们 让我们对这句俗语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然而 正是因为节目难度很大 加上连日来的持续疲劳 在澳门的收场演出中 传统节目高车顶碗 就因为演员的高度紧张 出现失误 他们在车上也会 就是可能 小想要告诉我 说不要紧张 高车顶碗 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 是演员李新红 要在独轮高车上 将腿上的一摞碗 踢到自己头顶的碗中 尽管已经练习 这个节目 长达十年了 那一天 李新红 去接连失手了两次 踢的次数越多 然后就越紧张 然后我就已经失去 慢慢失去 对自己垂的控制力了 演出当天 让李新红万分感动的是 全场观众 为他报以了 持久的 无比热烈的掌声 鼓励他顶住压力 继续完成高轮动作 观众是 因为毕竟他们 是来看电影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 真实的水平 或是什么样 可能我们自己心里 会去感触多一点 怎么说呢 没有把最好的 表演带给观众 就是有点 心有点 感慨 尽管最终完成了动作 李新红和自己的团队 依然为此感到 无比的内疚 采访中 孟迪的演员 张婉对我们说 尽管他们杂技团 每年都会演出上百场 但是每一次的演出 他们都像参加春晚 一样重视 也许我们会 这一生会演很多场 但是有些观众 只能看到每一场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 给观众留下遗憾 所以我们演的每一场 真的就像第一次演出上 一定要尽到最大的努力 不要给观众留遗憾 也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最终 四场演出过后 演员们的努力 赢得了香港和澳门 两万多名观众的 一致好评 演出结束后 很多观众还不舍得走 争相与演员 留影 合照 非常清彩 好厉 已经走 国国的一本 很好很好 都喜欢 很好 很棒 除了在香港和澳门的 四场演出 2014年 国务院侨办 一共组织了五个艺术团 于农历正月初一 陆续启程 奔赴北美 欧洲 大洋洲 亚洲 及港澳地区 在哈桥华人聚聚的 22个城市进行访免 为各地华人 送去了新春的问候 现在看来呢 受到了各方的好评 我们还要再接再厉 一方面在选拔队伍上 还是要继续 选拔一流的队伍出来 这方面我们得到了 国内各个文艺团体 包括我们军队团体的支持 他们都帮助 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因为春节期间 他们也放弃休息时间 也没什么报酬 是吧 都是为国家服务 我觉得他们的精神 给我们感动 我们会继续把这样工作做 国务院侨办连续五年组织的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 不仅把新春气氛 带到海外华人的身边 也让中国的传统节日 走进了世界各地 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 甚至将春节 定为了他们的法定节日 艺术团所到之处 也将中华文化 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让海外更多的观众 领域到中国艺术的 独特美丽